两张床 一米五的床 就可以睡两个人一个床上 我是60后慢生活 今天来到了凤山的山门海 山门海这个地方离广西巴马长寿乡 直线距离15公里 离了山门海景区1公里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叫山门海镇弄蝉腿 这里可以说是空气新鲜 非常适合养生 我们看看这里的租房条件怎么样 能不能租到满意的房子 在街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楼房 这些农户经过改造以后 就把自己的住宅拿出来出租 今天我先带大家看看 这边有个八马九哥七号养胜公寓 我们进去看一看 它的房间情况怎么样 一进门是个大厅 大厅大家看到吗 这是一个圆桌 这边有很多冰柜 有个电视机 就是大厅是可以大家在这聚会的地方 看的还是挺敞亮的 我们这个楼是固体房 一共五层 好像四层有一个空房间 我们去看一下 这就是四层了 401 中间大家看是个大厅 就说还是很宽敞的 这个房子 我看看有几个门 一个门 402 403 405 我看405开着门 我们进去看一看 一进来门 我们可以看见 两张床 一米五的床 就可以睡两个人一个床上 如果说朋友们来的人多 四个人也能容纳下 这边是个大衣橱 然后有个茶几 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看看这边是卫生间 就说它是带卫生间的 我开灯看一下 上面有热水器 洗衣机 马桶 然后这是一个洗手池子 这边是可以挂了一些日用品的东西 还是生活所需 基本是够了的 基本是够了的 就说有热水 可以洗澡 它就很不错了 它这个房间 有个缺点 就是没有空调 还缺一个空调 其他的基本上就能够满足我们来养生的需求 这个房间月租是800 如果长租的话 跟老板去谈 可以讲讲价 它是这样的 包水不包电 电你看看有个表 是单独计费的 说电费你用多少 就交多少 它这块是0.8元左右 它的存房在哪呢 我们去看一看啊 它是个每一户都有厨房的啊 听到阳台就可以看到厨房了啊 这边冰箱啊 一家一个电冰箱 然后厨房在这个阳台上 大家看到没有 配的很齐啊 电饭锅炒锅 抽油烟机啊 电磁炉啊 这个是用电的 没有液化器啊 我们看这边呢 也有一个啊 就说一户一个厨房啊 这有液化器 可以租液化器啊 使用液化器 可能要节省一点 它这个地方呢 你看一城是四户啊 我现在这边是三个门 那边还有一个门 另外两个那个厨房在什么地方呢 在阳台上啊 我们去看一下 另外两个厨房在阳台上 你看这边一个啊 就是这一户啊 用这个厨房 然后另一户就用哪呢 就用这边这个厨房啊 我们看到了没有 也是配的这个电饭锅 电冰箱啊 洗菜的盆啊 就是勺子啊 这是锅碗啊 都有的啊 还有抽油烟机 这个地方还有个好处呢 你看呢 背靠大山啊 景色也非常漂亮 啊 他这五楼呢 有个阳台啊 我们上来看看外面的风景啊 从这个阳台呢 我们就能看到周边的大山啊 整个呢 这个小村庄呢 就被大山环绕啊 我们从这个阳台上呢 看到的风景也非常漂亮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人少 空气质量好啊 空气新鲜 这是它最大的好处 也非常适合我们这些养生人啊 到这里养养生啊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朋友呢 就可以到这来居住一下啊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关注60后慢生活 后续视频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